去年的12月27号晚上 即将年满26岁的图书编辑员曹志欣和几个朋友 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使馆区附近的一场抗疫活动 这是一个临时做出的决定 也意外的是他和朋友们成为了中国数十年来最公开抗争的一个标志 成为了中国政府强力打击的目标之一 之前中国西部乌鲁木齐受到疫情风控影响 一处住宅楼发生了火灾并导致人员伤亡 这场集会就是为了悼念火灾的遇难者 曹志欣和朋友带去了鲜花和蜡烛 还一起唱起了歌曲《送别》 看到这么多人出现在街头 曹志欣和朋友们既是惊讶又感动 相似的场景在当天晚上的中国多地都出现了 严格的防疫措施引发的愤怒延烧到街头 在北京等城市一些抗议者直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台 这是一种极其不寻常的公开批评 当天晚上人群的情绪非常高涨 有一些人去街边的烧烤摊购买食物 还有一些人抗议之后去了酒吧 直到天亮才回到家 可是随后抓捕便开始了 11月29号警察敲响了曹志欣的家门 没收了他的数码设备 把他带到了当地派出所进行询问 随后就将他释放了 曹志欣了解到警方至少把他的五个朋友也都带去问话了 可是好景不长 警察很快就又回来了 参加了上述集会的这群朋友当中 至少有8名女性在去年12月18日至今年的1月6日期间被拘留 三人后来被取保候审 其中至少有4人目前还被积压 包括曹志欣 她于去年12月23日再次被拘留 其中还有一名人员的情况不明 这群人折射出了中国意见群体代表者的变化 这些女性大多是20多岁 出身中产家庭 名校毕业 他们中许多人对中国的威权控制和日益减少的机会 越来越感到失望 但在这波抗议活动之前 他们并没有公开发表过太多的政治观点 这些人却恰恰填补了曾经由人权律师 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一个松散网络的空白 这一网络在中国国家习近平主政期间基本上已经被解散 这次的抗议活动之后 中国政府转而对像曹志欣和他的朋友这样坦诚 但是又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开始了打击 他们已经成为了令中国政府担忧的意见暗流的代表 参加11月27日北京亮马桥集会的这些人并不属于任何组织 而是由一些作家编辑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组成的一个非主流的小圈子 不久前曹志欣录制了一段视频说他即将被捕之后也成为了这个团体的代表人物 这段视频由曹志欣的朋友之后在YouTube Twitter和Instagram上发表 根据曹志欣身边的人说 她是第一个在微信朋友圈建议当晚参加集会的人 除了乌鲁木齐的致命火灾之外 这些女性也都知道先前的富士康工厂事件 大学校园还有上海街头发生的针对防控政策的抗议活动 曹志欣也与美国留学的男朋友谈论过这些事件 他的男友说 要是当初能够有机会在曹志欣这些人参加集会之前提醒他们一下 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就好了 第一次被带走问话之后 曹志欣以为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但是去年12月18日 当他正在观看法国对战阿根廷队的世界杯球赛时 得知他的一些朋友又开始被拘留了 曹志欣告诉他的男友说他浑身都感觉发凉 很快曹志欣跳上了前往中国中部城市衡阳的火车 衡阳正是他父母居住的地方 在一位律师的建议下 曹志欣在去年12月22日录制了一段三分钟的视频 讲述了朋友被拘留的情况 并且质问政府有关部门为何要针对他们 大家好我是芷欣 现在我委托我的一些朋友在我被失踪后 把这一段视频公之于众 也就是说当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就像我的其他几位朋友一样 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 10月27日也就是在乌鲁木齐火灾发生之后 我和几位朋友看到了北京亮马河悼念同胞的信息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加入了当晚 在亮马河悼念的人群当中 但是在29日凌晨开始 警察陆续以传唤的名义带走了我们 我和我们一行当中的几位朋友 都在当地的骗区派出所待了24小时左右 而且也接受了警察的教育 警察当时已经认定我们无罪并予以释放 但是在我们以为事情即将要结束的时候 12月28日 警察陆续以刑事拘捕的名义 将我们几位朋友悄无声息地带走了 他们在拘捕令上被要求签名时 罪名栏是空白的 警方也拒绝告知他们的关押地点 时间和罪名 在我录下这段视频时 我们已经有四位朋友在不被通知的情况下 被上门带走 包括远近 杨流 灯灯 斯奇 如今我们的母亲不得不在一片混乱的疫情当中 为我们奔波 他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被带走 以及关押在什么地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抗议活动后的几天里说 中国公民的权利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行使 并为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辩护认为相关政策是科学 正确 有效的 作为新手抗议者 曹芷欣和他的朋友们留下了明显的行动痕迹 首先 他们为了讨论参加集会的细节 新建了一个聊天群 并且公开添加了几十个人 他们使用的虽然是加密的聊天软件 Telegram 但是仅仅是一个电话号码 他就有可能会惊动警方 一些人在受到严密的监控的微信平台上 还分享了抗议活动的图片 并且没有在集会之后 迅速删除手机上的信息和图片 其中一名女性的男朋友 还试图在他被带走之后 要为他点外卖 这就使得这名男朋友也暴露了身份 并且随后被拘留 不过后来有消息说 他已经被取保候审 曹芷欣是一名业余的官鸟爱好者 会弹奏优克里里 他是在202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 并且获得环境史硕士学位之后 才认识这个小圈子的大多数女性 这个群体有20人左右 平时只是在微信群里闲聊 组织一下饭局 包括曹芷欣在内的8人被拘留之后 震撼了整个参加去年11月示威的人群 这些被拘留的女性当中的一位朋友 也参加了这次抗议 但是他和另外的一些朋友 相隔了几个街区 这位朋友说 他知道其中一位被取保候审的朋友住在哪里 但是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去看望 甚至都不能打电话问候一下 因为他害怕 这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目前他正在努力保持低调 与其他朋友圈的人一样 他已经咨询了律师 并且准备了一份书面声明 一旦自己被捕 就能够派上用场 他说抗议活动当晚的所见所闻 使他受到了鼓舞 因为没有任何的组织者 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 但是他说整个抗议事件也令人非常的感动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人 在北京的街头上表达自己的诉求 抗议活动人士也在一些 抗议活动也在一些人权活动人士中点燃了希望之火